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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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次音乐远处活动 并且获得过诸多荣誉奖项的 黄天歌小朋友来说呢 这与他的音乐天赋和后天努力 是顾不开的 谈到这样的奖项的时候呢 你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吧 嗯 那你得这些奖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高兴 非常高兴是吗 是不是觉得自己 应该是非常骄傲的 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呀 嗯 那么你每次上台的时候 就是弹钢琴的时候 会不会有忘记乐谱啊 弹错的时候呢 没有过 一直都表现得很好是吗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克服 比如说万一弹错了 或者说 用什么方法去克服这种紧张的感觉 用 练 实力 天天练 天天练 就要练 练练练练就会好 练练练练就不会紧张了 是吧 嗯 那么 黄天歌小朋友 你曾经做过曲 那第一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哀歌 哀歌 嗯 那你在做曲的时候 是从哪儿拍的你的灵感了 从钢琴上弹 然后又会来 从钢琴上弹就来这种灵感了 然后这种灵感会一直不断的 让你把这个曲子做完吗 对 对呀 那 那你认为学钢琴 是枯燥的吗 不 不枯燥 高兴 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是吧 那你每天是怎么安排你学习的时间呢 上午三小リ 下午三小� 一天要学六个小时的钢琴 累不累 不累 手不酸吗 不酸 不酸 会酸就停 一酸就停ا 是吧 酸久了就不好 酸久了就弹不好了 那你在弹钢琴的时候 是不是就跟玩的时候心情是不错的 一见到钢琴就觉得非常高兴 想玩一样 跟玩一样的 那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说 说天哥可以去玩了 然后女婿会跑到钢琴边去玩什么 休息时候去玩 跑到别的玩别的 练琴之后玩就去玩干 那我练琴的时候就玩钢琴是吧 那你的爸爸妈妈每天会终出一个练琴的吗 不会 不会是你自觉的是吗 那每天 会自觉 自学是吧 自嘴 自觉 哦 那爸爸妈妈是就是说看你练了很久的琴 他会不会说天哥你这个琴练久了 手会酸到 也会累 四十五分钟 五看中四十五分钟 到底把下课 到底把下课 哦都是自己去控制这个时间的 嗯 有时候是需要大人 太难的东西就需要 哦需要爸爸妈妈过来帮忙 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弹才合适是吗 哦 那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钢琴家呢 像 哦 贝多芬那样的 莫扎特那样的 还是说希望像李云迪这样的 蓝蓝这样的 贝多芬那样的 贝多芬那样的哦 那你觉得贝多芬的音乐是你最喜欢的类型吗 音乐类型 莫扎特的作品吗 有一次过 弹他一首K488第三个章的 哦 那你刚才说你喜欢贝多芬也弹过莫扎特的 你是怎么理解他们两个人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呢 跟莫扎特那个算是原创一些多一点对吧 贝多芬有一点点的像莫扎特的音乐 但是他有变 有变 变就是他的一种创新 对吗 那你觉得你以后你的音乐 你所做的音乐会像他们两个人哪一种 是求变的还是说求创新的 求原创的那种的 变 你是求变的那种是吧 要有自己的音乐的感觉在里面 我是创新 你是喜欢创新 嗯 比如说你第一次作曲的时候 你就是在一个呃比较好的状态下去做这种创新的工作是吗 嗯 是 像我有新音阶 我有各读的音阶 哦 你会把音阶就是重新编排一下 我是 我的音阶叫黄天歌音阶 哦 你的音阶叫黄天歌音阶 已经命名了是吗 嗯 哎呀好好棒啊 早就命名了 早就命了 在什么时候 编完就命了也命了 一音阶二音一 是两篇 哦 那你在弹奏的时候 比如说像 莫扎特的钢琴作品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 像你是中国的小莫扎特 那你是觉得 莫扎特的音乐 在所有的音乐家当中 是不是最特别的一种 嗯 他是 他是在现代的 古代的那些音乐 最小的音乐家之一 他也是最小的音乐家之一 是吧 他弹钢琴的时候有你想吗 你知道吗 一样 一样 四岁 哦也是四岁开始接触钢琴的 哦天哪 那你肯定可以 你觉得你能超越它吗 可以 我的 我的 交响乐比它写的少 我的歌剧也比它少 我的底线的少 嗯 你现在已经打算创作歌剧了 还是已经创作出来的歌剧 歌剧还蛮行 哦 我现在在完成交响乐 哦 交响乐完成多少了 嗯 剩第四乐章 第四乐章完成了一点点 哦 也就是说你是在做你的这个第一交响曲 是吗 这个这个交响乐对吧 然后他的第四乐章 那你是用什么题材去创作这第四乐章 完成了一点点 第一乐章有画版 作品就是 嗯 然后第二乐章呢 第一乐章呢 一部分是慢版 但是 是慢的快版 中慢 嗯 然后 第二乐章是非常快的快版 嗯 是 大型的ABA曲式 嗯 然后 第三乐章呢 是 动力曲式 嗯 慢版 哦 那你刚才讲的这些是专业的 嗯 它这个题材中 比如第一个乐章是讲了一个故事是吗 是 有一点音乐在里面 嗯 是一个故事题材的 是 钥匙 哦 哦 那你这个 这几个乐章 你刚才讲的第一个乐章是快版 嗯 然后第二个乐章是 非常快的快版 非常快的快版 它们两个乐章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没有啊 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吧 但是这个是一个整体交响乐里面的两个乐章 嗯 好的 那你的这个钢琴创作的作品呢 作品体材呢有一些是组曲奏名曲还有交响曲 像这么复杂的这种音乐的这些东西 是你自己完成的 还是说 在白白妈妈的辅导下完成的 作曲呢 为什么有 说难呢 嗯 作曲的问题 是 在 我怎么那么早呢 嗯 是 非常难 然后 我写完 爸爸妈妈来盯我的时候 我写完 要给爸爸看音乐 然后他说满意没问题 写上手稿 写上手稿 然后有时候 太难的时候 爸爸盯着在那 然后我就写 他说没问题 写上手稿啊 总谱啊 这样 嗯 这些就是你钢琴 创作创作这些 在钢琴 弹完 记下来 哦 在钢琴上先弹 弹弹弹 好 没问题是吧 记下来 弹一声 记记记记记 节奏弄一下 就完了 哦 这么快 嗯 那对你来说 其实创作这些奏名曲啊 交响曲还有组曲的时候 并不是很难是吗 就是 记下来 记下来就好了 难的问题是 记符啊 记彈书来啊 写下来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 只有在记谱这一块 什么爸爸妈妈 可能需要帮助你一下 嗯 在前面 这个作曲的 有时候我弹弹弹完 记下来 节奏弄好 直接就弄好了之后 完团 定稿 我自己定稿完了 还没完团定稿 深一点点 让大人看你 没问题 借拍子 改一下 怎么拍 好 改完二十把 第一把 第一把 就这样就可以了 嗯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钢琴作品叫唐诗四首啊 嗯 那个是 有钢琴版 有 乐队笔 交响乐吗 哦 算是一个交响乐 嗯 还是一个钢琴作品 也是一个钢琴作品 也是一个钢琴作品 两部 养护总工学 嗯 他一个作品内 嗯 一个川内有两个 哦 太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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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啊 会成为好朋友 那他们会不会问你说黄天哥你教我们弹钢琴吧 有 有这样的 你有徒弟吗 有 有学生了已经是吗 教过四属 教过别人弹钢琴了已经 那是大人 那是大人 不是小朋友 是个大人跟你学弹钢琴是吗 你都已经会 他会 但是我教 哎呦 教方法 嗯 那么目前呢你对于自己的钢琴和作曲方面有什么样的预想啊 打算啊 希望啊 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呃什么样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的高琴这方面 嗯 最厉害的 这些最有的一介绍 成为最厉害的最有完蛋 嗯 那么你呃觉得别人称为称你为钢琴神童是不是非常合适 你也觉得是很合适的是吧 你很希望在钢琴方面有所建筑 嗯 嗯 那呃 平时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在家里的时候 比如说嗯 在学钢琴的时候 然后自己就会去控制这些时间啊这些啊这样的 你从小就一直是这样的 反正是什么 一开始essen是邏 educational的 一种课程 feed 数据什么 有时候加一单时间 可以有时候一个小时就有一 overdose 对于一个守愿 嗯 一个小岁就是最少 四十个小时 天天保动 对啊 离学宝童一个小时 那你想啊 在咱们这个网络对面呢 有很多小朋友也在学钢琴 有的呢不学钢琴 也可能在学其他的一些特长 对于这些小朋友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想告诉他们 没有 没有啊 比如你把你自己 学钢琴的一些经验 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 告诉他们 我学钢琴是怎么学到的 或者是我是怎么 怎么把这个钢琴这件事情 弄成自己的兴趣 或者说由兴趣出发 能够把钢琴学好的呢 靠自己想啊 还有大人交啊 这一方面 那你是不是也希望 其他的小朋友也喜欢钢琴 可以 别的小朋友 喜欢想弹 他就可以来达到这种 好的 那么希望黄天歌小朋友 在成长的道路上越来越快乐 然后能够在钢琴方面呢 得到非常好的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黄天歌我们跟网络对面的小朋友们 再见吧